早安新唐人先带您关心 美国联准会这个星期将召开利率决策会议 市场已经几乎确定美国将会升息 川普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科恩接受访问时说 美国联准会做得很好 川普政府会尊重联准会的权利 好 美国就业机会成长迅速 联准会预定在台北时间周四凌晨召开记者会宣布决定 联邦基金期货市场10日下午预测 联准会将升息一码的机会达93% 而在台湾的部分 市场传出政府相关基金银弹已经备妥 随时进场护盘 媒体报道 八大公股行库上星期已经率先进场小买 稳定多头军心